復活时临近了 月亮破裂了 如果他们看见一种迹象 他们就退避 而且说这是一种有力的魔术 他们否认它 而且顺从私欲 每一件事都是确定的 包含警戒的许多信息 却已来临它们了 那是极精密的智慧 但警告是无效的 故你应当避开他们 当召唤者招人与难事的日子 他们不敢仰视的 从坟中出来 好像是遍地的蝗虫 大家应经而奔 穷尽于召唤者的面前 不幸道的人们将说这是一个烦难的日子 在他们之前 奴哈的宗族否认过 他们否认过我的仆人 他们说这是一个分子 他曾被呵斥 故他祈祷他的主说 我确是被压迫的 求你相助我吧 我就以轻注的雨水 打开了许多天门 我又是大地的源泉涌出 雨水和泉水就依定的情况而会合 我使他乘坐在一个用木板和钉子制造的船上 在我的眷顾之下漂流 以报答被人否认着 我却已将这件事留作一种迹象 有接受劝告着吗 我却已将这件事留作一种迹象 有接受劝告着吗 我的刑法和警告是怎样的 我却已将这件事留作一种迹象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济诵 有接受劝告的吗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济诵 有接受劝告的吗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济诵 有接受劝告的吗 他的人否认过先知 我的刑法和警告是怎样的 我却已是暴风在一个很凶恶的日子去毁灭他们 暴风将众人拔起 他们好像被拔出的嗨枣树一样 我的刑法和警告是怎样的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济诵 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济诵 这么多人否认过警告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济诵 故他们说 我们同族的一个凡人 我们能顺从他吗 如果那样 我们必定陷于迷雾和疯狂之中 难道他在我们之间独自奋道启示吗 不然 他是说谎者 是傲慢者 他们明日将知道谁是说谎者 谁是傲慢者 我必定是母陀考验他们 故你应当期待他们 并应当坚忍 你应当告诉他们 精水是他们和母陀所均分的 应得水分的 浓流的到井边来 他们曾喊来他们的朋友 他就拿起剑来宰了木头 我的心法和警告是怎样的 我却已是一种爆炸去毁灭他们 他们就变成造车懒者所用的枯木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寄送 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卢特的宗族曾否认警告 卢特的宗族曾否认警告 我却已是非杀走时的暴风去毁灭他们 为卢特的信徒 我在黎明时拯救他们 这是从我那里发出的恩典 我如此报仇感谢着 他却将我的诚挚警告他们 但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否认警告 他们却诱惑他 叫他不要保护他的客人 但我涂抹了他们的眼睛 你们尝试我的心法和警告吧 一种永恒的心法 在早晨却已袭击了他们 你们尝试我的心法和警告 你们尝试我的心法和警告吧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寄送 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我却已是古兰经一语寰 警告却降临法老的百姓 他们否认了我的一切迹象 故我以万能者全能者的态度 惩治了他们 你们中不信道的人们 比这的人还优秀呢 还是天津中有关于你们的奢调呢 难道他们说 我们是一个常识的团体 那个团体将败备 他们将转备 不然 复活是他们的乐器 复活是更艰难的 是更辛苦的 犯罪者的确在迷雾和烈火中 他们扑扑着 被托入火狱区 将对他们说 你们尝试火狱的稍少吧 我却依定量而创造万物 我的命令只是快如转速的一句话 我却将你们的宗族毁灭了 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凡他们所做的事 都记载在天津中 一切小事和大事 都被记录的 敬略的人们 必在乐园中 在光明中 在全能的主那里 得具一个如意的地位 这是一条来的火狱区 暴览的夜 得知 这是一条来的火狱区 才能打当来的火狱区 会继续 timber地帮助 一切的火狱区